有些人的坏,是在骨子里的,没有仇,没有怨,只因墙角放着一个不知能否打开,不知里面是否有钱的保险箱,大英从背后捅死了初次见面,毫无防备的顺子,周国强闻声赶来,眼前的一幕,深深地刺激到了他,他不知所措,呆愣在原地,大英转身向他走来,将手中的蝴蝶刀递到了他手里,严谨一概,要不捅他,要不捅你,周国强想了一会, 他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他上前补了最后一刀,一瞬间,他从周国强变成了周某某,正在此时,外出的熊老板给店里打来了电话,他想询问顺子中午吃什么,顺子要是能接电话,那可就真怪了,之后,他又往店内陆陆续续打来了三通电话,大英不堪其扰,直接拔掉了电话线,熊老板隐隐约约察觉到了不对劲,他对老板娘说,他总感觉顺子要出事, 他想折回店里一探究竟,老板娘拦住了他,简单明了,光天化日,不会有事的,熊老板的顾虑被打消了,店内,大英正在用电钻,钻保险箱,周国强翻箱倒柜的找钱,直到最后,大英都没有钻开保险箱,倒是周国强,从抽屉里找到了几千块钱,几人是前脚刚刚离去,后脚熊老板便带着顺子的午餐回来了,他是幸运的,也是不行的。 灰港 info 当晚,宾馆内,周国强将抢来的钱分成了三分,严夏之意,个回格家,个找格妈,大英摇摇头,她说她不能回邢台了,因为她在邢台有命按在身,两人震惊的无以复加,晚了,一切都晚了,两人被拖下水了。 当天深夜 三人准备立刻返回北京 在前往汽车站的路上 周国强掏出了自己分道的钱 交到了大英手里 他想让大英自寻出路 大英收了 小鱼子健壮也想效仿 大英没有收 因为他要住在小鱼子家 小鱼子下的瑟瑟发抖 中途 小鱼子在服务区假借上厕所 藏在了卫生间里 大英察觉了 只是一个眼神 小鱼子体如筛抗 半个月后 小鱼子趁大英睡觉之际 偷偷跑了出来 他找到了周国强 胆小怕失的小鱼子被吓坏了 他说他这半个月 没有一天是好过的 没有一天赶闭眼 他怕自己一闭眼 大英就给他做掉了 他想让周国强给自己出出主意 周国强是尼菩萨过江 自身难保 因为啥 因为他的传呼响了 发起人大英 内容 我在你家等你 周国强家楼下 大英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他说他最近接了一单业务 他想趁机做掉小鱼子 来一个借刀杀人 周国强不愿 但是由不得他 大英先是掏出了跨包中的短枪 随后又以报警为威胁 周国强欲哭无泪 当晚 车上 周国强频繁给副驾驶的小鱼子 眼神示意 小鱼子心不灵 神不会 这一切都被后座的大英看得真切 两人四目相会之际 周国强再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不寒而立 他害怕极了 他的精神激进崩溃 恰巧路边停着一辆警车 他一脚由门降车停到了警车旁 他要解脱 不出意外的 警方在后备箱发现了枪支弹药 周国强和小鱼子落网了 至于大英 他溜了 趁警察检查周国强驾驶证之际 他又一次溜了 周国强是一心向善 但是娇有不慎让他一念之差 变成了万劫不复 他的妻子离他而去 也打掉了还有三个月就出事的孩子 可悲可叹